人在断气之后 已送入殡仪馆 殡冻时 而后经念佛团 祝念一夜一日之后 活化有六十多颗舍利子 为什么往生人从来 未借出佛法 也有这么殊胜 请老法师开始 这个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真的 那就是虽然他这一生 没有借出佛法 过去生中在净土修行 底子很厚 你想我们前面讲 这个韩国这个人 金山日 那是过去生中 修的基础很深厚 所以他这一生当中 他能够得理 往昔的阴神 遇到这个愿 这个可以的 一生没有遇到佛法 不知道念佛 临终书家庆 请这些念佛人 来帮他祖念 这个语言成熟 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种呢 那是假的 那个舍利不是真的 是假的 那个假的时候 可以失业 你把他舍利拿来看看 如果按他手上一捏就碎了 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铁锤都敲不来 你看这个 我们谭虚法师 在香港 往生点 那个时候 外国人呢 看到很稀奇 拿他的舍利来做实验 把铁锤敲 果然敲不来 敲的时候 铁锤里面挖进去了 舍利子坚固 这个外国人相信了 佛 所以这个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假的 不要用铁锤 用力按一下 他就碎了 这个我们都见过的 所以那就不是真的